哈利路亚 感谢神的带领 那保守我们又过了一个礼拜 让我们可以一同再聚集敬拜神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犹大之路 我们现在翻开马太福音十章 马太福音十章一至四节 一至四节我们一起念 十章一节 我们将冒出准备 我们在冒出准备给我们的血囊 dolls落� Upi 屋趕開 屋然 澳闊湖連的 som使氏 妻保安 雷患就只想作詐慈 裡頭也餵了 雲南旅 lawsuits 俄羅斯多莫乩 曾经是十二个使徒之一的 家略人犹大 我想我们应该非常的熟悉 但在福音书里面 比如说我们现在读的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在叙述十二门徒的名字的时候 对犹大的描述就是 卖耶稣的家略人犹大 所以他留给我们的印象 好像是留一个不好的名声 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好的榜样 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在始度时代之后 也就没有什么人愿意取名叫做犹大 那犹大这个人还有什么可以探讨的呢 我们今天并不是要为他来伸冤 我们还是要救他一生的行为 我们彼此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彼此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他人生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 我们先来看他最后的是什么结局 我们看二十七章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到五节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到五节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要领住 十七章三表 这样是一个多么不堪的一个结局 尤大是出生于以色列南方的一个加略这个地方 他是12个使徒当中的一个以色列南方人 其余的11个使徒他们都是加利利人 从犹大的名字我们可以知道 犹大的父母对于真神的赏识应该非常充满感谢的心 所以他把犹大取名为这个名字 我们来看犹大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创世记29章 创世记29章35节 然后他把这个名字给当中的犹大 章35节有没有经验 这是雅各的妻子丽雅 耶和华怜悯丽雅 因为雅各比较爱另外一个妻子拉姐 耶和华怜悯丽雅失去了宠爱 就让丽雅生育 但是让拉姐没有办法生育 所以丽雅接连的为了雅各生了四个儿子 来到第四个儿子是犹大 他来赞美耶和华 所以把这个小孩取名叫犹大 中文圣经里面小字著名说 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新约时代这个犹大 他的父母也一样是期望这个小孩子 来赞美神 可以将这个小孩子献给神 所以在蒙朝之前的犹大 他必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青年 一方面来自于父母亲对他的期望跟培养 一方面由于可能是生活环境的影响 所以犹大他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头脑 我们从他在他的行为当中可以看出来 有一次主耶稣他们到了 伯大里玛利亚他们的家 玛利亚拿出了一个非常珍贵的香膏 来服侍主耶稣 犹大马上说 这个香膏价值了三十两银子 所以犹大人可以看出 他不同于其他的门徒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产品东西的价值 所以他的头脑非常地清晰 也非常有数字的观念 所以他成为在门徒当中负责钱财的一个人 主耶稣也将这个管理钱财的事交给他 我们来参考约翰福音 十三章二十九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九节 除了二十九节 我听说到尤语 我听到尤语 我们做得到尤语 我们的尤语 我们的尤语 我们有一个噢尤语 我们从这里看出主耶稣将这个钱财的事交代给他 我们一般都可以了解 会担任管理钱财的人 首先他有这样的一个数字的一个管理的能力 第二个最重要的是能够受到所有人的信任 这是一个很重要很核心的一个工作 犹大在十二使徒当中就是担任这样的一个工作 但是他却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 反而引起了他的贪念 受不了了金钱的一个诱惑 常常从当中偷取金钱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六经 我们从四节开始念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六经 四节到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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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节到六节到五节到五节到五里 我们刚刚说到玛利亚拿香膏来服侍主耶稣 这个犹大马上判断说 他只是三十两银子 可以来周济穷人 但是这里 但是第六节告诉我们 他说这样的话并不是真的挂念这些穷人 乃是因为他是个贼 他盘算着他可以拿到这个钱也可以来用 所以他担任这个职务 受不了这个金钱的诱惑 最后他越陷越深 最后做出更严重的事情就是将耶稣来出卖 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 主耶稣曾经给犹大三次悔改的一个机会 但是他还是没有清醒过来 还是将主耶稣卖了 所以当主耶稣被定罪之后 他才忽然醒悟过来非常的后悔 这时候他并不是向主耶稣来悔改 反而去找这个冷酷无情的祭司长跟长老 他去想要退回他所得到的这个三十两银子 其实答案就在我们刚刚所念的经节 就是他的结局 马太福音27章3到5节这个地方 祭司长跟长老很无情的回答说 你的事关我有什么关系 你自己去承担吧 所以他最后出去外面吊死了 我们来看《十足行传》的形容 《十足行传》一章 《十足行传》一章 《十八节十九节》 《十足行传》一章 这法显出来 various 《十八节十九节》 《十足 acc Templ母機會》 《十节都报 by》 ex担番4 《十八节十八节》 《十五节》一章 《十 общ jition传》一章 《十四节》一章 这里使徒情传形容它的死状是 而且在历史上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名声 所以我们今天要大家来分享说 犹大德怎样去抉择他的一生的路 我们从中来看到该警惕的事情来彼此分享 虎人有一句话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很多事情的累积是需要时间一天一天的累积 所以相对我们人的成功或失败也是一样 成功的人我们往往看他的表面 非常的光鲜亮丽 我们不晓得他背地里花了多少的功夫去完成这个事情 失败的人也是一样 他每每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不断地用很多借口来汤塞 渐渐的很多事情他都一直没有办法完成 所以我们来看犹大德的失败 他也好像是一步一步的自己挖掘自己的坟墓一样 这道是美国的主经历 我们首先来看 犹大同样是十二个使徒蒙受选招的人 主耶稣怎么选出这十二个使徒 我们参考路加福音 如家福音六章 如家福音六章 十二节到十三节 如家福音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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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节十三节我们一起念 十二节 十二节 主耶稣是整夜的祷告 最后才拣选出十二个使徒 所以当神要拆遣或拣选植物的时候 其实都要经过这一番的一个祈求 顺服神的旨意 来做拆遣植物的工作 我们看使徒时代 当信徒逐渐争多的时候 他们十二个使徒并没有能力去管理其他的事情 包括有关饭食的事情 所以他们特别有信徒当中 他们要拣选七个人来负责管理饭食的事情 那这个拣选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在信徒当中有好名声 有智慧充足 而且最重要的圣灵充满 所以无论要担论什么样的植物圣工 在神的面前都是同样的重要 要向神祈求 顺服旨意来拆派 相信主耶稣在拣选犹大之初 绝不是选他出来出卖主耶稣的 我想一般也没有人愿意做一个卖主求聋的一个小人 犹大在刚开始被选中之初 我想他心里一定非常的欢喜 因为要从这么多跟随主耶稣的人当中拣选出来 这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虽然主耶稣起初就知道犹大不信他 但是主耶稣还是抱着宽容包容的态度 希望能够感化他 我们来参考约翰福音六章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四节 六十四节之后 六十四节我们先应 бог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虽然耶稣早就知道 犹大不信他 要卖他 但是还是以爱来包容他 所以在侍奉的时候 犹大也同样跟十二个使徒一样 得到属耶稣所赏识的权柄 可以医病赶鬼 主耶稣给十二个使徒 猜浅他们出去传福音 同时赏识他们医病赶鬼的能力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赐 其实后来主耶稣又拣选了七十个人 要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 他们很高兴地回来 来告诉主耶稣说 主啊 以你的名 鬼都服了我们 但是主耶稣提醒他们 不要因鬼扶了你们欢喜 要因你的名记在天上而欢喜 由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成为主耶稣使徒门徒的一个职份 除了在世上有疑病赶鬼的一个能力 更大的是在天上的赏识 以你在世上替神所做的功 神在天上纪念你的名 所以身为主耶稣的使徒门徒门 是多么珍贵的一个职份 所以犹大一样跟在主耶稣的身边 他一样看到了很多的神迹启示 亲自体会了神的全能 这都是主耶稣给犹大认识 耶稣基督的一个机会 当然也期望他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使徒 但是犹大并没有这样子 反而在他敬虔的面貌之下 他隐藏的是一颗虚假的心 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二章 我估计约翰传不得比 约翰福音十二章一至六节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刚刚所举的经节 他看到玛利亚服侍主耶稣的香膏的精神 他心里他嘴巴讲的是说 他可以来拯救这些穷人 他心里想的是这个钱可以放到他的钱 好多他有机会可以自己试用 所以在这个包装尽钱的一个面貌之下 反而是包藏了他一个虚假的心 在使徒时代教会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对夫妻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我们来看使徒经传 五张 一节到四节 请说五张 在书七节在一节 都是修一节到四节 今天就会来支援 一节到四节 你们提到我们对书七节 一节到四节 当我们在后一节 我们选择 一节到四节 一节到四节 我们在文建造 在那些經濟的病院 然而是宰治之下 在感受到的思想 連自己的病院 被灌燮在耀天 是否每天都非常有迷惑的病院 就是管治之间的心dy 每天都凝道地了 在使徒时代刚开始 教会开始广泛的设立 信徒非常热心 大家同心合意 将自己所有的 放在使徒的面前 让他彼此共用 但是这一对夫妇 他虽然卖了他的田产 但是他自己失智的留下了一些 在拿部分的道使徒的面前 所以彼得看出他的虚心假意 他说你这个撒旦充满了你的心 你这样虚心假意的行为 是七红的圣灵 所以他想假见这个境前的外表 就跟犹大一样 他有一个私心在里面 在犹大还没有陷入魔鬼的一个网罗当中 他仍然是一个有能力的一个使徒 可是魔鬼却能将出卖主耶稣这个心 放在犹大的里面 这个原因就是来自于他贪心 我们刚刚讲到他平时只有有贪财的一个习惯 所以变成他会偷钱 这是他一个破口 他信仰这个破口让魔鬼有机会 魔鬼随时的环绕在我们的收尾 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 如何来抵挡魔鬼 也让我们看出魔鬼的一个计谋 主耶稣要传道之前 他四十昼夜的在旷野 禁食祷告 魔鬼也没有放弃 魔鬼也没有放弃 可以来试探主耶稣的机会 因为主耶稣是带着肉身 在四十昼夜的禁食祷告之后 趁着主耶稣肉体都非常身心疲惫的状况 魔鬼来试探耶稣 但是主耶稣最后以圣经的话 跟神的话来击退了这个魔鬼的试探 路加福音告诉我们 这时候魔鬼才暂时的离开耶稣 我们再来看 魔鬼在十二个门徒当中 做了哪些事情 我们看马太福音 16章 马太福音16章 21节到23节 马太福音16章 马太福音16章 不宜jos Johana太福音16章 同时 如何看马太福音16章 圣友,小桑餐, souha塞富藝。 um,大家非常能地 opening展示, 这里正面育多四壳。 これは使用资养的使餐。 三次新再 frequency10 OK号石。 在和习惇罪之谈、 我们再看路加福音 我们再看路加福音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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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第二个 我们再看路加福音23章 Hand Here I shallullah 过去挣甲 从нымia hiiyet来 我认为一个东西 我认为 我们从主耶稣告诉彼得 提醒彼得的教训 虽然彼得嘴巴说的 但是主耶稣提醒他 撒旦一直要来攻击你 彼得他自己并没有办法了解 撒旦随时围绕在他们的身边 随时找到任何的空隙 就来攻击他们 所以我们从耶稣受魔鬼的试探 更何况这十二个使徒 至于彼得或犹大 魔鬼更不放弃任何有破口的机会 所以犹大有这样贪心的一个破口 就让魔鬼有机会来侵入他 所以他从一个很小的一个错 贪心偷钱的一个习惯 最后到要出卖主耶稣 来得到这个钱财 所以当每一次的一个错误 都会带来一步一步的迷思 犹大他非常地一个虚假 因为他的心已经被魔鬼网罗了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犹大有这样一个贪财的心 犹大他就开始去想办法要得到这个财力的一个来源 犹大他开始单独的自己的行动 犹大他自己去找祭司长跟长老们 跟他们商量说要卖耶稣给他们 来得到这个金钱 当主耶稣在余月节的时候 跟门徒们吃晚餐 在这个当中 主耶稣拿饼给犹大的时候 犹大吃完之后他又立刻自己单独出去 这是一个他单独的行动 最后在克西玛尼远的时候 最后在克西玛尼远的时候 主耶稣是带着门徒到克西玛尼远去做警醒的一个祷告 但犹大没有跟着去 他反而是去带着一队的军兵 跟祭司长跟法利赛人他们 要来逮捕耶稣 所以他这么多次的一个单独的行动 他离开了这个属灵的一个团体 其实更是他成为有破口让魔鬼可以攻击他的机会 我们都知道一个肉食动物他们在捕捉食物的时候 他们一定捕捉那些比较弱小的 或脱离团体的 他们才比较容易把它裂食 我们在信仰上的过程也是一样 我们如果单独常常自己行动 不与教会与耶稣连结 就容易成为魔鬼的一个目标 任何有一个破口的时候 就开始是魔鬼他进入我们的心的时候 所以犹大他执迷不入 他把他的心留给了魔鬼 也等于把他的灵魂出卖了 于月节晚餐主耶稣三次的让他悔改的机会 首先主耶稣在为门徒洗脚的时候 主耶稣的提醒 你们当中不全都是洁净的 但是犹大他没有反应 第二次主耶稣很清楚地预告说有人要出卖他 但是犹大他执迷不入 但是犹大好像游蒙的心还是没有回心转意 最后第三次主耶稣将饼拿给他的时候 主耶稣明说这中间有人要出卖他 每一个门徒都问说主啊是我吗 但是犹大还是昧着良心 也问主耶稣说是我吗 主耶稣很当面地回答说 你说的是 这么清楚地回答 犹大还是没有回心转意 我们不知道犹大当理心里在想什么 是不是就像圣经所说的 他心里所想的都是财宝 所以他的心也在财务那里 当主耶稣被定罪之后 犹大做了什么样的抉择呢 当这个心魔离开了犹大 让他的良心发现了 他却不知道怎样去弥补这个错误 他想要有所行动 但是他找错的对象 他不是向主耶稣来悔改 我没有必须有所行动 他却想着把那三十两金钱 退还给祭司长跟长老们 他已经知道他卖了这无辜人的血 是有罪的 他当初是用这个金钱的价值来卖了主耶稣 最后他犯了罪 他却也想说把这个钱退回去 他不晓得要怎么做才是对的 在十足时代也有一个例子 我们来参考一下 十足时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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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二十三节 然后后到一块一块 十足时转八章 十足时转八章 我们出来看到他们的小伙子 十足时转八章 跟中国家转八章 一 jetzt再去 sobie 春节益 在这之前 尝诛 十足时转八章 非自己 中山 谁 Daniel 还有 这 太 一 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您一对门 在Yinidhi N keine No manquito previdenyeb w Tipo 换 prat Po Po sparty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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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讲到一个 原本是行邪术的一个名叫西门 当他接受了使徒所传给他的福音 他也相信了受使 但是他看到使徒 按手就可以让人得到圣灵 他竟然有一个不同的想法 他希望用钱可以买得到这种圣柄 彼得马上纠正他 神的恩赐不是用钱可以买的 所以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就好像犹大 他把神的恩典跟恩赐 用金钱来跟祭司长他们交易 就这样出卖了 让他觉得犯错了 他竟然不晓得要真正的向主耶稣悔改 同样用这个属世的金钱 想要把他退回去 但是他做错了这个事 这个当中金钱忽然失去了这个魅力 这个金钱没有办法满足他 他的内心非常不安 让他深陷这个当中没有办法自拔 最后他用错误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没有想到真正有赦罪钱柄的主耶稣 所以这一点更重要的来提醒我们 我们是否会忘记主耶稣一直在我们身边 我们从犹大的医生 从他选择的道路 我们提出几点我们个别来分享 首先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 我们要作恶或作善 就在心里的一念之间 这一念之间也会成为我们刚刚所说的 成为一个破孔 让魔鬼有机会来趁路 第二个我们不要贪财 圣经告诉我们贪财是万乐之根 很多人因为贪恋钱财 就陷入这个网罗当中 我们要懂得知足 相信我们所要的神会赏赐给我们 第三个我们要保过认罪的机会 彼得三次不认罪 但是主耶稣的怜悯 在主耶稣护活之后 主耶稣问他考验他 让他重新的悔改 也让他重拾信心 第四个我们要坚定不移的来跟随主 我们既然相信我们自己选择的信仰是正确的 就要坚持道理 就要坚持道理 必然得救 犹大很可惜的他是十二个使徒之一 但是他还没有真正绽放使徒的一个光辉 其余的使徒 在主耶稣升天之后 他们得以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 能够真正的在世上为主传福音 成就美好的生功 来彰显神的荣耀 在蒙昭之前的犹大 他的生命圆满是照他的名字是赞美神的 但是他是选择自杀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也回想我们自己 我们是否有活出来赞美神的一个生命 我们对主的侍奉是否真的真心真意 我们对于世间上的事情 我们是否还是在贪恋 我们对主的忠心是否经得起世上的一个考验 我们患错的时候是否懂得跟主来悔改 能够得到主的恩典是否真的能够谦卑地来领受 这是我们今天来分享犹大之路要来重新我们自己自我检视的 我们最后来看启示录 启示录二章 四节五节 启示录二章四节到五节 今天您好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谢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这个目的是 您的信息如果您能够立即 это 所谓的爱情就是 今天我们已经存在 您的信息是 您的信息是 您的信息林 所以让我们重新的来思想 我们起初的信心的爱心 能够真正地实践在我们的生命上面 可以在世上荣耀主的名 也能够真正地走在信仰的道路上面 我们今天早上的道理分享到这里 圣经的诡论 在与世上的奖 他感写的谈说